华人世界有很多的航母迷嘛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哇 福建号航母 官宣影片哦 每次福建号这个官宣一下 这个航母官宣一下 大家都超兴奋 短短8秒 但不寻常 发现了黑色的印痕 黑色印痕 第都唯一 福建号航母 有没有 这个角度拍过去 这边小小一块 就这样子而已 小小一块 懂的人就懂 懂的人就 像喊兵一叮咚 那大陆媒体说 这环球时报 在水线附近的红色油漆巷 有这么一个排水口 正在排水 因为它是个影片 看得到水流出来 周围发黑 你知道 这个用词蛮有趣 印堂发黑 当然不可能嘛 大陆环媒 怎么可能会唱出来自己 不会啊 周围发黑 不是印堂发黑 什么意思 关键讯息 专家立刻看到 哎呀 很重要 很重要的讯息 这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海事 已经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看到 央视军事的微信公众号 是在这上面发布的 有没有 福建号是大陆 第三艘航母 它配置这个电磁弹射 这之前我们都谈过 排水量是8万多吨 那在2022年6月下水 第一艘弹射型的 这个航母 大陆非常有名的 军事专家宋忠平 告诉大家 这个黑色的印痕 是辅助动力柴油机 已经进行了 点火测试 所以寒冰这是个好消息 是吗 这表示他已经开始 因为他现在正在进行 细伯试验嘛 那细伯试验的时候 他一方面细伯试验 一方面开始 就是在西装 更多的这些装备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 他上面那两个 两条长杠 那个棚还没有拉下来 表示他那个电磁弹射器 还没有完全完工 他还在保护它 还在里头 这些细部的作业处理 那他下面那个洞 开始排水 其实就跟宋忠平讲的一样 因为这个福建建 它本身的主动力 是蒸汽涡轮 那他的辅助动力 就是柴油机嘛 因为他要做一些 其他的相关的辅助 那现在柴油机 先用试运转 现在要动动看 动动看 然后因为现在细部 还没有正式海市 所以让他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之后 你看他整个有没有平衡 然后呢 看他的配重如何 然后你柴油机开始运转 看看他 是不是一切都运转很顺利 那如果这一切都OK 那可能再过一阵子 他们评估OK了 可能就要开始 慢慢开始拖出去海市 他一开始 可能先不用自己的动力 先拉出去 拉出去完之后 再看是不是一切都OK 都很稳定 然后再进行 整个他自身动力的海市 他这一步步慢慢来 所以当然这表示 他慢慢走向进程 而且这个进程还蛮快的 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很快的 他今年内应该一定会海市 然后到明年开始 他可能就开始会进行 更多的一些实验 那当然一个航母要成军 没有那么快 所以等到他这个一系列实验做完 还有舰载机要上机 他舰载机到底是不是 我们传说中的所谓舰35 因为舰35这个不是他一个解放军的正式名称 所以到底是不是FC31或其他都还不确定 还是要沿用原来的 原来用在辽宁跟山东舰的舰载机 这些都目前还不确定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进程 看起来是美国 比美国福特号航母快很多 因为福特号航母当初要出来非常慢 那所以表示中国大陆他最近在 我觉得他在造船上面的进步是蛮快 所以这一切看起来顺利的话 我估计福建舰如果顺利成军 大概是在三年左右 才三年 三年就可以顺利成军 三年其实算很快 很快啊 对啊 是 好 松仁平讲 这个没有错跟韩冰讲 这个发黑就是因为 他可能辅助动力柴油 既已经开始进行了点火测试 整个一路系统 气路系统 电路系统都经过测试之后呢 各系统模板可以正常运转的情况之下 就怎样可以出海了吗 进行海事吗 最重要啊 重点在海事之前 所有的系统都要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官方特别释出了这个信息来看 这个细迫试验进行得非常顺利 已经为不久之后的海事做好了准备 这大陆的操作很特别 我们看到有没有 就是就是字数非常短 大陆这个网友都懂 字数越短信息量越大 所以影片只有8秒 讯息只有一点点 但是你看到没有 告诉大家什么 一切都在进程当中 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非常的顺利 那委员你怎么看 如果像韩兵预估的 就三年而已 三年如果成军服役的话 你觉得整个呢 整个南海也好 整个台海也好的 这个战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板块的转移 韩兵胸的估计是一个非常精准 而且非常合理的一个估计的时间 因为他现在这所谓的细薄试验 就是靠在码头旁边 这个机器转一转 那个机器转一转 空调系统 主机所有的机器全部乱过一遍 乱过一遍 确定说出海试验的时候 每个机器都能够动 那接下来当然会装武器设备上去 那这个武器设备装上去 那就开始成军 其实他的船也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 用这个在别的地方训练起飞的 或者在别的地方操作系统 模拟都已经训练差不多 可是人员掉到船上来讲 那又另外的所谓成军的一个 一个测试 那成军完了也要就是演习啊 这个大家听懂意思嘛 对不对 一定要开到哪里啊 对不对 比如前那些辽宁舰不是拍到 距离关岛500海里吗 就在那边模拟这个美军 要怎么去攻打中国大陆的 一个模拟实验 所以走的方向就是美军走的那种风格 这个也不例外 搞不好就开到印度洋去 或者开到南海有没有 开始因为这种训练 那边一定是开始说 我模仿敌人怎么运动 打这个船迫运动战 那模仿差不多以后的 我自己要怎么去破解这个局面 所以这可能还在三年吧 三年的话差不多就2027了嘛 就应该不止啊 因为你三年成军嘛 那还要在这个 演习个三年以上嘛 差不多吧 所以还六年嘛 六年现在应该2029年了嘛 真的可以进入强度的战斗的时候 应该就是 二零二九年到二零三年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